她是诺奖热门女作家残雪,别叫她文学界王妃。 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将在瑞典时间10月10日下午一时揭晓。 而早前英国博彩公司Niser Arts, 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陪帅榜显示, 中国女作家残雪排第四,和村上春树齐名。 残雪在国内积极无名,从未受到奖项青睐, 2015年却在国际上声名雀气, 同时获得美国纽斯塔特文学奖最佳翻译图书奖, 英国独立报外国小说奖三大提名。 欧美、日本的知名评论家对残雪的作品赞不绝口, 美国作家苏珊·桑塔格将她视作中国最好的作家, 日本甚至还成立残雪研究会,创办残雪研究杂志, 表达对这位中国女作家的欣赏和喜爱。 而成为诺奖热门之后, 由记者问残雪感想,她不及不许。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